哈喽小伙伴们大家好 我现在是在澳大利亚墨尔本 我自己是有两个宝宝的宝妈 我叫罗肖 我今天跟各位小伙伴分享的话题 就是中国向印度尼西亚签约了 将在2021年的时候 进口大概市值有16个亿美金的 煤矿的一个大订单 那大家众所周知啊 澳大利亚其实是矿产资源 非常丰富的国家 当然它的煤矿也是澳洲非常丰富的 其实中国作为澳大利亚最大的一个进口商 导致的这次中国的举动就是 我们不要你们澳大利亚的货了 我们将和印度尼西亚签了一个 大概是15亿美金的一个订单 我为什么今天特别想跟大家分享这个话题呢 因为我老公是中国矿业联合会的副会长 那他在疫情之前已经专门去了一趟印尼 他准备把印尼非常大的一个家族的一个矿产资源 然后呢跟中国的某个城市的一个首付 那希望把这个煤矿呢进行一个合作 那当我们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 就不仅要签约一些订单 还要把这些中国的专业的挖矿的这些人士呢 还有他们的技术 然后带到印尼之后呢 我跟我老公昨天说 好开心啊看到这样的新闻 希望这一次中国和印尼的一带一路的这件事情 希望能做得非常好 那当然呢我老公也可以参与其中 把印度尼西亚非常高品质的煤矿带到中国去 那我觉得这样呢是一件非常有意义和价值的事情 这一次中国向印度尼西亚一个非常大的订单 是2872万吨的煤矿 中国和印度尼西亚的一带一路的提倡者 全球海洋支点的一个战略的进一步的体现 我相信很多中国的读者 对于这一次澳大利亚有什么样的举措 已经不再那么关心了 由于这一次疫情的全球蔓延导致的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 愈演愈烈 这次中国驻印度尼西亚的大使通过线上和线下的一个结合 和一个云的一个签订协议 其实由于这一次疫情 我觉得大家的这种签单模式和我们的订单模式 已经发生了一个质的变化 不再是需要一定要通过飞机做到那面跟面 面和面的跟你去交流和沟通 而是通过现在的网络 就像我现在跟大家分享一样 然后通过现在的网络直播和视频的方式 来跟大家分享产品 或者是签约订单 或者是看医生 或者是找律师 我觉得我们整个社会 由于这一次的疫情之后呢 发生了非常大的一个翻天覆地的变化 我想问各位的小伙伴 你们做好了准备吗 中国和印度尼西亚的合作会越来越强化 中国也会把很多比较好的专业的煤矿方面的团队 和这样的公司 然后放到印度尼西亚去 然后来把印度尼西亚高品质的煤矿 然后再带到中国去 我相信是一个非常有重要意义的一件事情 中国真的是一个消费大国 澳大利亚可能真的是有一点过分 对于中国的挑衅 我觉得所以这次中国和印度尼西亚的签约之后 我相信这两个国家的经济也会越来越好 中国是儒家文化 中国最近都在吸取全球世界顶尖的科技 都在吸取全球顶级的资源 这次中国和印度尼西亚签约之后 就是为了增强国际合作的决心和愿景 2021年之后呢 印度尼西亚将会出口很多煤矿到中国去 那也希望中国的很多顶级的专业的投资专家和企业们来到印度尼西亚投资 那大家听完这个故事之后呢 都会觉得为什么你老公是在澳大利亚的 为什么不把澳大利亚的煤矿卖给中国呢 因为我们也是觉得 其实现在我们普通的这些经商的人呢 都要去根据国家的一个战略方针 又要符合国家的这个发展方向 那以前的中国其实跟澳大利亚的合作还是非常紧密的 由于这次疫情之后 澳大利亚和中国的合作在不断的决裂 所以这一次呢 我老公也是在疫情之前去了一趟印度尼西亚 只能说我们要跟着国家的一带一路的方针 来做属于我们自己能为这个社会贡献一些什么的事情 其实在印度尼西亚投资是这样的 因为印度尼西亚如果你要是去投资煤矿的话 我听我先生说 其实他们那边的整个的技术团队可能没有国内这么发达 然后因为国内有很多央企 他们都是非常专业的小机队 我为什么对矿产资源这方面还是比较略懂一点点 因为我先生在这个行业里做了有十多年 帮助很多企业在澳大利亚上市啊融资啊 大多数都是矿业方面的 那这一次由于中国和澳洲的关系呢 导致的澳洲其实真的没有办法再去做生意了 所以我觉得这一次我们要跟随国家 我相信应该还是非常不错的一个选择 那在这里呢 我也是跟各位小伙伴分享一下我个人的意见 这一次中国和印度尼西亚的合作 因为上一次我老公去印尼的时候 我没有跟着一起去 因为要在家看两个宝宝 所以我也期待着疫情稍微恢复正常的时候呢 我也可以带着镜头前的你们一起飞到印度尼西亚去看一下当地的比较好的 因为在印尼的煤矿呢 它的这个品质是非常高的 要比在中国的这个煤的品质要高很多 所以呢 在这里呢 我也希望更多的小伙伴多多关注我的视频 我会给你们分享更多关于澳洲的那些事 不对 我现在觉得要跟你们分享更多关于全球的那些事 好看视频 轻松有收获